近期楼市再度活跃,新盘买个满堂红。然而美国重启加息周期。虽然本港银跟踪遇下,美国式摩来杂上虽时传导至香港。 不过在加息周期下,港式中将跟踪美式声势以示无容置疑。而在本港串金尺土的大环境下,买楼始终是一件人生大事。加上处于加息周期。有意想会者在入市前一定要识计数。尤其有意最造高乘数按揭的买家。 按揭还款分分钟长达几十年。连串加息难免有机会对供款造成压力。因此亦需慎选按揭产品。 美国在3月加息一次后,本港银行虽然仍未有跟随上条最优位利率P。而在港银行体系结余上有3000多亿元水平下。 港元策息亦未见大升。省眼来看。此对聚造H-on或P-on买家都没有太大影响。 不过参考3月份平均12个月HIBOR-on月秋升47.至1.4厘。 创21个月新高。市场预期美联储本周已息有机会再加息半厘。 若加息持续。届时香港资金有机会外流。宋宜令港息继续上升。并有机会影响案息。 在息摩布佛占行占近之制。案政公司日前已宣布。 在5月份息当调整定案计划的年利率。 凡于5月内的定息案揭申请。 10年期年利率将调整至2.45厘。 15年期年利率调整至2.6厘。 20年期年利率调整至2.75厘。 较4月份各年期的年利率。 分别上调0.25厘。 以500万元贷款额。 30年期为例。 若按最新利率计算。 10年期。 15年期及20年期的每月供款分别为19,626元。 20,17元及20,412元。 教员有定案计划。 每月供款分别增加641元。 649元及656元。 同样增加于3%。 若以同样条件。 对比浮饰及定息产品。 以现时HON计划,H加号1.3%。 一个月HIBOR为0.21厘计算。 HON实际息率1.51厘。 每月供款为17,280元。 以最新5月份的10年。 15年及20年定案计划的每月供款计。 则比HON分别增加2346元。 2737元。 3132元。 供款分别升13.6%。 15.8%及18.1%。 若在HIBOR持续上升下。 以同样条件计算HON供款。 当一个月HIBOR升至0.45厘。 HON实际案息升至1.75厘。 业主每月供款将增加414元或2.4%至17,862元。 若然一个月HIBOR升至0.7厘。 HON实际案息值达2厘。 业主每月供款供款供最初增加1032元或5.9%至18,481元。 即一年供楼开支便增加于1.2万元。 参考金管局最新3月份统计数字。 HON选用比例达97.1%。 主因现时HIBOR仍处于较低水平。 市民大多偏向选择HON计划以先节省更多利息开支。 加上现时定案息率较目前市场案息约高0.5厘或以上。 意味用加需多付日价换取定息期保障。 故此在本港多年来的超低息环境下。 其内传统带有日价的定案亦未见普及。 不过随着美国重启加息周期。 要定案使用率将逐步上升。 逐步上升。 1.2.3倍速入门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